管子和鲁莽的车型外观大致相同 但细节位置会有不小的出入 同样可以和大哥的车厢连接 但是管子出厂的时候 已经死了 因为构造不同 所以管子的车头一体性更好 排气管的末端也不会特别突出 车窗也使用了透明材质 全身涂装也有不错的光泽和亮度 直接来看变形过程 翻折车位 左右拆分 翻起后轮 收紧小腿 翻折脚踝 扣合脚掌 把脚掌翻起 把小腿合并 打开车头 抽出双手 下翻小臂 翻折臂胖 沿双关节翻起 提起肩关节 翻起背板 向后轮转 再向上翻起 把胸口后翻 再锁定背包和胸甲 虽然是鲁莽的重途 但二人基本只在双腿使用了相同的变形结构 背包虽然偏大 但符合动画形象 而且也不会让重心过于靠后 因为武器和小臂是一体成型 所以也不需要插拔替换双手 做工用链没有任何问题 变形也比较简单 不需要太多的调整步骤 猜吧 该谁了